福山里里长和志工带着一篮一篮的果冻粽来到左营区工作 要慰绕区工作人员为防疫工作辛苦付出 胡俊雄区长代表收下这些造型可爱 静音剔透的果冻粽 大赞吃起来一定非常可口 那我看了这些爱心的环利粽都是水果做成水果的 那这个有维他命C也可以抗疫情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疫情时代 这个后疫情我们可以多吃这个水果粽 这个更让身体的保护力更好 往年的端午节福山里都会举办包粽的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举办 关怀站的志工就突发奇想 敢用水果做成果冻粽 分送给里内若氏户 也将果冻粽分享给左营区公所的防疫人员 这是加蒟蒻粉还有七种水果 绑成肉粽的样子 我们早上也送去给我们的左营分局 还有锦销人员 区公所 卫生所 还有其他就是我们送给里内的一些贫困的住户们 为了协助政府推动防疫工作 左营区公所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 设立关怀站 电话问安 发放防疫关怀包等 区长感谢里长和李明的关系 也勉励同仁要建立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为民服务 那我们也在左营的四海一家前面的活动中心 我们做了这个关怀包的领用站 所以我们所有公所的同仁几乎每两天就轮到一次的班 在现场或者在公所里面接电话 做好市民的服务 第一次拿这种金银剔透的果粽 而且它颜色还满缤纷的 而且它有点半液态 应该这种天气外面那么热 这样吃应该蛮清凉又消暑的 五颜六色的果粽粽 看了让人觉得清凉许多 里长和志工发挥爱心 制作爽口的果粽粽 让区公所的防疫人员 在炎热的天气下吃一个果粽粽 就会有好心情 共将传奇 疫情动起来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导